十位級大家好 歡迎收看沖廣台 沒錯 又是這個景 又是這套衣服 又是這套錶 又是這套錶 今天是一次過要錄幾集的沖廣台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討厭 首先第一 今集要講的內容 你看得很方便便知道 我家裡的蜘蛛盒 甚麼蜘蛛盒 你看一張圖好便知道 我家裡那棟大廈大翻身 做了好幾個月 請一些工人去整個外牆 跟香港不同 香港就是一個國際金融城市 很多人都上了軌道 很嚴謹 一定要有外面的吊船 但泰國是另一回事 但會不會有機會跌死人呢 目前那些工人他們都安全 他們都很少聽到有人跌死 久不久也聽過 但不是經常性 他們都辛苦 日曬雨能地 有一張可以吊椅 扯著扯著 驚人性在我家裡的窗的範圍出現 有一次在廁所 我坐在那裡知道 有些聰明了 動了 不行 馬上拉了 然後就見到我如廁的情況 有一次我進去貓房 看到他在外面 然後就跟胡蕃貓一起合照 他都很開心 那個工人又遊客 有隻貓跟他打招呼 幸好他沒有分心 跌落樓 然後最近一次 昨天 我在房屋裡 聽到人喊 叫什麼 叫什麼 因為外面又是他們 他叫我 應該是聽到 應該是在這裡 我們要爬進來 我的設計是這樣的 我家裡的廳 外面是露台 露台之前有玻璃門 而露台的範圍當然有一個圍欄 不然就掉到街上 他們就是要游我的牆 游我的圍欄 然後他叫我什麼事 莫非要我幫忙游我 我不是 因為當時我下了衣服 我說你可不可以把衣服搬進去 因為怕它會游 游的時候 我心想關什麼事 這個世界有風的 有風吹 我掛著衣服 我剛剛游我的圍欄之際 這瓶一吹 衣服就遮蓋到我的衣服 那就糟了 我想得多窩心 其實有幾次 他就靜悄悄偷入了我的露台範圍 但這些是經常發生的 當然大廈已經出了告示 今次來游七這班師傅 這班工人的名字 電話 身份證號碼 已經貼在這裡 冤有頭炸有主 就不怕 否會靜悄悄 蜘蛛俠 變成一個飛賊 飛賊黑貓走進來偷東西 桌花賊 是不會的 因為冤有頭炸有主 真的有些事情發生 有了資料 還有他可能會怕 你裡面會不會有CCTV 我靜悄悄進來 你會有靜悄舉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安心 基本上他們不會做一一一事 所以都不需要嚇我擔心 有一次他就進入了露台裡面 我怎樣知道他進入露台 我回到家裡 露台地下多了一塊麻包布 麻包布 墊住地下 就是他進來 他進來 他要猶油之際 他不想那些油滴 滾到地上 找麻包袋 幫他墊住地下 某天突然進來幫我墊了 某天突然回到家裡 咦?沒有了 他又來過了 他又來過了 清理門就搞定了 就撿回包袋 還有好醜味道 我那個浪衫的架 有一邊是脫掉的 他幫我撥回 他幫我撥回那個架 哇!多好人 好得不得了 我覺得這些是很窩心 很窩心的事 什麼都不說 就說 他在那裡游 我抱著貓會跟他拍照 他跟他笑 跟他媽媽拍照 跟著其他行為 我覺得是 香港會有 我不知道 但是泰國就做到 而且起碼是一件事 他不害怕 一個不小心 你跟他拍照 是搞什麼事情 讓他老闆見到 他媽媽擦他 或者炒他魷魚 整件事都是奇妙奇妙 在泰國生活 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 有很多事情都會發生 有些事情發生 可能會令你吐心 或者討厭 但是有些事情 會令你窩心 會覺得得意有趣 正如今次的蜘蛛盒 爬了進家裡 搞一堆東西 然後走出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怕油油會 碰到你的衣服 這些真是 都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其實 住在泰國 久不久都會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都會跟大家分享 當然 激氣的事情也有 但我覺得 在一個微笑角度的地方 盡量包容 盡量開心 泰國人說 咪病例 沒所謂 很開心 當然 在街上 打了一拳 搶了一拳 當然不能說 這些當然是例外 但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大家 都盡量包容 無論是泰國也好 香港也好 大家 退後一步 那就開心些 做人 就不會這麼懶惰 這個世界 就更加之美好 是不是這樣 都是大家 聽我今天 胡說 胡說 我說的 不是自理名言 亦都不一定 是一些金石靈兒 但對於自己來說 我覺得 是啊 挺好 挺開心 人生在世 做甚麼 要不斷發放富能力 令自己這麼不開心 是本話 多謝大家 多謝